年金它其实是一个退休的现金流的工具 它的存在呢是为您退休之后 带来源源不绝的现金流 有人问我它做了很多的投资 而年金的投资收益比较差 怎么办呢 年金它其实是一个退休的现金流的工具 它的存在呢是为您退休之后 带来源源不绝的现金流 我们都知道social security 它可能在未来的资源会越来越不够 而且人口老龄化 给自己买年金 就是给自己买退休金 而年金它是不是一种投资账户呢 严格上来说是也不是 年金的收益虽然比较差 但是在市场很好的时候呢 它也会跟着市场一起上升 市场高它就高 市场跌呢 大家都在跌的时候 年金尤其是指数型年金 它不会跌 人家在跌它就维持在零的部分 所以你在年金里面的投资呢 是非常非常安稳且安全的 并且年金呢 它可以提供永续不断的现金流 因为就算是你把你的年金值 或者把你的现金值全部都花光光了 年金依然可以继续提领 只要你人还活着 所以是一个活多久 领多久的一个退休工具 而年金的提领还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 我们来看看年金这个退休账户 跟你一般的投资账户来当做退休账户的不同 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投资账户 那你有100万 假设一年它的收益是7% 然后你每一年都从里面领10万块出来 那你多久会把这个100万加上7%的 Return的这个账户领完呢 大概是18年左右 你这个钱就完全会用光光了 不过如果你是一个年金账户的话 你有一个100万的年金账户 你领了18年之后 你的人还没走 你可能活了30年 你可能活40年 你这个年金是永永远远是领不完的 它的年金会停止 是直到你这个人走为止 而且如果没有领完的年金呢 它还会再给你的受益人 年金的提领还有很多种方式 有的年金呢 它提领之后呢 它就给你一个固定的一个金额 例如说它给你一年的7万块 你一年7万块可以领终生 有的年金它一开始领可能少一点点 不过它会根据你的指数的提升 而越领越多 例如说这个年金你一开始领5万块 结果你投资的指数涨了 投资指数涨了之后呢 你可能变成6万块 可能变7万块 可能变8万块 等到你年纪越大了之后呢 十几万块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有这种固定的保证型年金 还有可以成长的潜在成长型年金 都是一些年金的不同的提领方式 所以年金呢 它虽然在投资报酬率上面 可能没有其他的投资账户这么好 不过它在永续不断的退休收入里面 它却有最好最好的终身收入的保证 如果您有任何想要了解的理财 或是保险等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们 您的意见或许会成为我们下一期的话题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欢迎按赞以及点击小铃铛 关注范宇财经频道